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盤式格局 變化比較劇烈 在今天早盤的一個時間 由於時間波本來就來到一個分時的 三支三支一轉三支三支二的一個位置點 沒有想到在搭配著禮拜五的晚間 美國的就業數據公布出來 不錯的一個狀況之下 市場現在看起來似乎 這個早盤我給大家一個定論 大概就是類似像外資 比較偏向樂前的這種對沖基金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退漲的效應 那這個權限都是外資的一個手法 這種比較偏向這個對沖基金 進行一個資金的一個交易 那所以我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認為這裡是一個三支三支二的一個 沙盤舉量兼洗盤一個動作 它應該是一個QE最後效應的一個轉折 出現了一個位置點 那我在盤前這個帳報的一個時刻點 跟大家分析了這個國際股市新階段的一個位階 很明顯的就是類似QE確定退場要升息的美國 反而呈現一個大漲 那反而在歐洲或者是說像亞洲的一個國家 今天早上的一個時間點 包含了香港跟中國大陸 過去有這個熱銜炒作一律的這個市場 反而呈現一個比較明顯的震盪 我們台股剛好夾在這兩者之間 今天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舉起下蹭的一個動作 但是給大家一個結論是說 來到一個10點半到10點鐘 今天盤是格局低點的一個位置點 那預期這個低點大概在 我個人認為今天早就已經殺到這個支撐的一個位階 你千萬不要在這裡進行一個殺低流的動作 首先大盤在這個分時的一個走勢來講 除了剛到我們講那個3-3-2的這個位置點 那今天其實在早盤一個時間一點 周圍量價的發法都已經是多方形式 而且是一個誠信的一個轉折 那理論上面這個 在不考慮今天早上盤中這個格局狀況之下 理論上面今天有一個大幅度的震盪 都是讓大家切入買進做多多測 最好的一個機會喔 那所以今天早上由於唯一唯一我們在上個禮拜看到 大盤唯一的缺陷就是成交量很不足 所以今天本來我們要預設是說一個分時的指標 60-30分鐘指標到短期高檔 你本來今天的交易上面 就是必須比較注意在壓力的部分喔 那盤視格局量能潮補不出來的狀況之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會有盤中的一個震盪喔 那來進行一個取量的動作 沒有想到這個震盪是比我們預估的還要稍微再劇烈一點點喔 否則今天面臨一個8045跟強壓8075 我們也可能會進行一趟短線上面 如果以加權指數來講是要進行一個短條 或者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思考跟脈絡去做一個交易 那再來看一下今天盤中老盤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上個禮拜五的這個宏達電公佈的營收 220億元的這個營收很可能很明顯的比 雖然說700億元是第二季的季報 好打正了但是這個上半年加起來等於說 大概只有1.6塊錢壓力是比較大喔 那所以今天盤前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10點鐘左右的位置 宏達電已經灌到跌停板了 那我會跟所有投資朋友做最後的跟大家強調啦 這應該是利用宏達電那做一個最後的一個殺盤洗盤 那製造恐慌的氣氛 那今天中網盤看看這盤式格局有沒有機會在宏達電能夠打開跌停 然後迅速的做一個低檔區直穩的一個動作 但是空手投資朋友我們還是必須跟大家報告到說 好以這檔個股來講 我們認為今年整個7月來講是比較沒有投資價值 這邊只有搶跌升技術性反彈的一個空間 未來還要在這個低檔區域進行一個 就算是技術性的一個強談 它還要反覆的在這裡進行一個徹底扩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交易面向上面投資朋友還是要稍微尊重一下 後續的趨勢一個脈絡 資金的重點應該還是在半導體族群 才會是這個盤式格局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日線再來談這個盤式格局的一個重點 好我認為投資朋友在禮拜五晚間 道瓊工業指數已經確認了 我們叫幾條均線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為什麼我說這裡是一個最後洗盤順勢殺盤取量 就是現在很明顯的道瓊工業指數已經佔上所有短期均線了 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扣底值都已經佔上 然後接下幾個交易的扣底值 扣底值扣底值扣底值都是扣低的狀況之下 連季線這裡也要扣低 慢慢慢慢所有均線做一個方向交叉 那以道瓊工業指數來講 這一根黑K在6月19號開始起跌 那只要這幾個交易日能夠順勢站上 現在盤順道瓊期還是呈現一個小漲的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S&P500指數 這個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那可以看得到說距離這個前高非常逼近 只要稍微一個百分點的一個範圍之內 那這個應該隨時Nestate指數也是一樣就要攀上去了 這反而是在美股 這個禮拜五的一個失業率降到7.5% 是7.6%是過去四年以來最好的一個數據 那同時呢在非農就業人口是9.6萬跟市場預期的16萬 是大幅度的一個呈現好轉的現象 所以美股在早盤的時刻點開盤是比較弱勢的 好那所以這個Nestate 我們的新加坡摩根期貨是呈現將近大跌1% 那現在的盤前已經領先把這個摩根的一個跌幅反應完了 那所以這個額外超跌了70點以下的一個部分超跌 那就是我們去抓這個低等區支撐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的一個憑藉 好那重點是美股尾盤拉起來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早上先去反映歐洲這個象牙洗盤的一個動作 今天只要香港這個大陸股市喔 那能夠呈現一個比較明顯指紋的動作喔 這個是恆生 在今天早上做一個象牙徹低 那其實也有一個複合型的一個三尊底型 它是一個額外的一個右肩擴底的一個動作 所以頂多這裡是一個相形的一個震盪盤整 那歐洲這個大陸的上海A股 上陣綜合指數來講喔 這裡也你不必期待是一個明顯性的一個向下崩盤重挫喔 那低等區已經拿出了一個12345 不過高檔區的橫盤整理 只要這裡相形指紋之後 那我想這是最後QE退場的效應 我們跟大家報告到說 呃來看一下領先的看盤重點 日股今天還是呈現一個比較明顯向揚的動作 好的沒有因為這樣的一個消息做一個震盪回落喔 所以大家要接受一個事實是說 呃QE7.5%到今年為止 即便失業率到這個位置7.6% 那到今年年底也是不一定會退場的 好但是市場也明確看到說 基本面已經開始接棒演出一個狀況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裡應該就是一個所謂QE最後效應的轉折 雖然美股已經非常明確有基本面接盤 那所以這個亞洲這邊最後這個熱錢做一個最後洗盤 退場的動作 也利用他們的退場把這個成交量能取出來 齁就有利於加權指數在這裡做一個上攻的動作好不好 所以我們回來呃 禮拜五的盤式格局跟大家分析的 本來震盪下壓就要去尋求一個做多的動作 今天喔 利用這個洗盤剛好 呃多頭再測試一下這個上個禮拜這個回測的一個信心 我們可以看到說周線圖來講已經連續測試了幾次喔投資朋友 來 對不起 一口氣在低檔區破8000 就是拉長紅可以下下 上個禮拜再拉一個下影線 又拉出一個低檔區實質的下影線的一個支撐 這兩組線好也是一個下影線 這兩組線也是一個下影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為止 即便這個盤式格局發展到這裡 我的信心感還是滿強的是說 那你實際上面所看到的經濟數據就是好轉嘛 好再加上六月份 呃我在盤前戰報的位置點也跟大家反應了 好六月份應該是因為季盤點的一個因素 所以造就這盤式格局感覺起來 呃這個營收公布出來有些個股 好比較不亮眼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盤式格局包含 好二十五式的聯發哥 到現在為止都還 好成新一個利手盤上的動作 好三六九七的成新也相對抗疊 或者是二三三零的台積電 的今天的砂盤就應該是類似對中基金的一個手法 但是也沒有破上個禮拜 這個成新轉折的一個 低檔區的一個支撐線啊 所以以這幾檔大型的控盤組 甚至於今天除息的二三零三的 呃連電來說 好到現在為止來講 這個除息 早上就有一口氣先把這個息子 先做一個短波回舔的一個動作之後 再做一個向上拉抬 整體來講我們還是可以看一個 三三五正當的一個平台 也許還有一個小破的這個空間 但是四浪回補的轉折低 我們可以畫了一二三四五波 正當壓回ABC 這個真利盒平台 能夠呈現一個利手的一個狀況 那應該就有機會帶動整個盤式格局 在第三季電子然後的旺季 那做一個強勢轉折的表態 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旁後跟大家報告到 上五五六的何瑞雅 在這個觸控ABC 明顯進行一個指紋 那以及老盤的二四五八的翼龍店 那我個人認為非常明顯的就是說 包含了代理官或者是說像TPK 或者是像吉檔有賺錢的股票 在近期來講由於出權席前挺券的動作 造成主力食物群這邊當充起來 也比較不方便 所以就利用這樣的一個利空消息 額外向它洗盤 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 翼龍店何瑞雅 成為這個盤式格局當中 相對領盤升盤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說 接下來除了這個翼龍店7月10號 這個金浩科7月9號 這個出圈洗完之後 元強是一個主軸 剛好來到一個不斷轉折機 這邊也剛好吸引了一批 中長線投資買盤 可以去切入這個市場的 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既然我們看待說全球股市 就是今天應該是一個最後的一個QE洗盤 去確認這個後續盤式格局 應該在美股已經 即將把這個6月19號 那個回補的一個缺口進行回填 那日經也已經佔上0.5以上 國際基金基本面 應該在第三季 緩步向上走高的態勢 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說 今天比較像是這種對手基金 在盤面上面利用一個短波震盪 它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除了取量之外 我認為還是洗盤有空 所以這裡真的是嚴禁所有多隻朋友 再去呈現一個追攻追殺的一個動作 那不排除在這裡一個分時 也可能是一個我剛剛講到了 我的一個初步的想法跟規劃是這樣子 整體的波段 這個從低檔區 這個7663上攻到8000 64點應該是一個大 主聲段第三波當中的第一波 這裡是一個二浪的一個震盪回折 那理論上面從這裡開始 第二波二浪回車完成之後要轉第三波 那第三波本身還要 要走12345做一個擴研 所以今天就觀察一下這裡有一個小波的一個整理平台 那是不是在30分鐘的指標 為什麼說10點半的一個位階 因為今天是類似像2點低或3點低的一個盤式格局 在10點半左右或是到12點中 這個盤式格局才會見到一個明顯的一個支撐 那等到位置一個賣盤 退場之後就有利於多頭上攻 但是這個位置點我們可以看到說已經來到 初步跌幅滿足 甚至於這裡是一個3-1 轉正當3-2 如果在這個位階能夠守個半個小時到弱一點點 可能要反覆的現行測試到12點中 因為開放八法的一個格局裡面在10點半 通常是一個短波轉折點 或者在12點中這個位階 如果能夠進行一個比較明顯的防守的動作 我認為已經超跌了啦 那甚至於跌幅在70點左右 應該是今天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低檔承接區域的位階 應該要去看到的一個位置 能夠迅速的拉回 那大概那個位置點是在 大概7920到7950那個位置點 這個尾盤防守處拉出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下影線 那放量的位置點都在短波的一個轉折 震盪轉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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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低檔承接吃貨盤 那就有利於中網盤疊幅進行一個收斂 這裡就是一個我所說的3-3-2 殺盤取量先洗盤 最明顯的證據 接下來下半週的時刻點 轉組身段功能解析機會就非常大了 那我們明確觀察今天收盤的狀況 那投資朋友現階段高好利用這個低點去尋找 就是帶領這個盤視格局下半週去攻堅的主軸 我認為非常可能是在半導體 以及在蘋果現況概念股 應該是這盤視格局來講 比較好的操作策略好不好 以上的投資建議 請供所有投資朋友做參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賣推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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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yddatique